荒芜人烟的公路上 丽芙和丈夫威尔正在进行蜜月旅行 从一些甜蜜的小活动中似乎可以看出 他们的感情很好 但就在威尔惬意的吹着风时 丽芙嘴角的笑容却缓缓消失 九个月前 丽芙与威尔相爱 为了爱情 她移居美国 甚至当了全职主妇 虽然这会让她跟外界脱轨 但她甘之若矣 直到一个圣诞夜 丽芙准备了大餐庆祝节日 却无一间发现 女人给威尔发了一条暧昧短信 威尔急切解释 但她的说辞根本站不住脚 丽芙非常不愧 因为小时候 丽芙就经常出轨 父母也总是为此争吵 所以她非常害怕走上母亲的老路 她以为威尔是自己的知名天子 但事实证明 她不过是维汤里的一条鱼 为了这事 丽芙都准备收拾东西回老家 但威尔显然有自己的想法 她知道自己做错了事 但并不准备放弃这段婚姻 于是她策号了一场自驾游 邀请丽芙完成他们的音乐旅行 丽芙对这场旅行期待已久 而且一夜过后 威尔头脑变得清晰 非常郑重的做了承诺 保证那种事再也不会发生 丽芙能怎么办 这场婚姻是自己选择的 只要不是彻底无法收成 她还是想给威尔一次机会 但就在旅游前夕 她策划旅行攻略的时候 无一间发现丈夫和一名陌生女子的激情视频 事后威尔还承诺会和丽芙离婚 丽芙感觉自己就是个小丑 但这次她没大吵大闹 因为她想直接给威尔刀了 蜜月旅行中 丽芙登高望远 立马就想到一个杀人计划 就是把丈夫推下去一了百了 虽然威尔有些恐高 但在丽芙的鼓励下还是站了不来 因为丽芙说了她以前常说的一句台词 就在丽芙准备把她推下去的瞬间 一个路人叫住了他们 原因是她的车子破蒙了 热心肠的威尔立马就上前帮忙 这下算是错失了极 丽芙一时也没了主意 因为事故的起因必须是意外 否则她无法写作嫌疑 所以接下来她得再次谋划 很快下一次机会到来 两人这次准备体验漂流船 在威尔上船前 丽芙掏出藏好的小刀 对着威尔座位上的树脚带就是一阵滑辣 她知道前面有一段激流 只要一个没稳住 威尔很可能就会跌入水中 事实也如她所料 在大浪袭来前 威尔不是落水 但看着丈夫不断的对着自己扶救 丽芙鬼使神差般的伸出了手 可就在她把威尔救上船尸 又一个浪花打来 这次是丽芙落入水中 甚至威尔却毫无犹豫的救下了她 俗话说患难见真情 经过这件事 丽芙报仇的决心也就淡了 两人甚至重燃激情 但前夕还没做完 一通电话就打到客房 威尔对丽芙说是工作上的事 但丽芙偷听之下 知道她是在跟另一个女人对话 另一个情话听得丽芙只犯恶心 体内的荷尔蒙也瞬间变成胆固醇 夫妻俩下一个行程是面临探险 但就在两人要进去时 一个女人的声音响了起来 看到这个金发病辣面 威尔的表情明显有些不得劲 结结巴巴的解释 她是自己的同事 名字叫卡拉 但两人其实不怎么熟悉 丽芙不治可否 静静的看着她表演 这时卡拉男友葛斯出现 四人互相介绍一番 也算是认识了 葛斯就提议结伴旅行 但威尔却借口取东西 让他们先行一步 丽芙可没什么顾虑 除非心里有鬼 不然同行有什么大不了的 而且她还想在旅行途中 好好确定下自己的猜测 威尔被逼得没办法 只好重新跟上卡拉他们 旅行途中 卡拉经常找机会和威尔读出 甚至让威尔给他女瓶盖 听着他的茶言茶语 丽芙是满脸不爽 其实早在两周前 她就调查过卡拉 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 她基本认定 卡拉就是跟威尔鼓掌的那个女人 但她没想到卡拉这么大胆 竟然敢明目胀胆的出现在自己面前 一段时间后 几人来到一处湖边 卡拉突发起想 想在里面有个用 但她看威尔的眼神都快拉丝了 明显是想玩点不一样的 威尔慌了神 借口去上厕所 但她的眼珠子粘在卡拉身上 不顺跌下线空 还没等利芙过去查看 卡拉就急切的冲了过去 好像她才是威尔的老婆 从命连出来后 利芙发现 他们的车被人偷走了 无奈之下 四人坐上了同一辆车 还住进了同一家酒店 因为利芙两人的行李在车上 卡拉就借给她一件衣服 两人一番交流 利芙发现 卡拉这个人好像还不错 但也真的被所谓真爱冲昏头脑 甚至已经有个和葛四分手的想法 他们这一上演姐妹情深 威尔就有点慌了 她不确定两个女人说了什么 于是语气不善的追问利芙 利芙也不客气 一通阴阳怪气之下 两人大吵一架 晚上 利芙迷迷糊的醒来 发现威尔还没回访 但手机上却发了一条短信 今晚离开 一点到瀑布 看到这条短信 利芙是彻底崩溃了 他满腔怒火的赶到瀑布 正好看到威尔穿着雨衣站在悬崖旁 于是扯掉项链 把人推下悬崖 隔天 利芙从床上醒来 慢慢回想起昨晚发生的事 此刻的他也说不清自己是什么心情 只好去冲个凉水澡冷静一下 之后就是小鬼醉症了 他删除短信 清理了闯架的痕迹 然后对着镜子一遍遍练习口供 但就在这时 房门被人敲响 利芙开门一看 差点没被吓尿 因为门外的人正是威尔 不确定之下 他开门重看 这下没错了 威尔的大脸就处在他面前 他以为冤魂锁命 赶紧把门锁上 但听着威尔的话 他渐渐发现了不对 因为威尔还以为他在为昨晚的事生气 一直在向他道歉 这下利芙明白 自己应该是杀错人了 而既然不是威尔 那人应该就是卡拉了 果然 葛斯已经联系不上女友 而且所有人都联系不上他 事情渐渐发酵 警方发动游客开始寻人 利芙也主动加入进来 因为他的项链还堆在现场 幸好他运气不错 很快就发现了项链 接着给威尔的脚按摩 他成功拿回项链 但这时警方也已经找到卡拉 幸运又不幸的是 卡拉还活着 但受伤严重 而且他因为脑损伤 失去了那晚的记忆 这情况是利芙没预料到的 但不管怎么说 这样他输了一口气 没杀人又没嫌疑 这样也挺好 但他高兴的太早了 卡拉还是没停过这一关 没多久就去世了 这意味着这起案件 绝对要被警方着重调查 利芙慌乱之下打电话给母亲 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能不停哭泣 利母是非常心疼 他以为威尔做了什么 对不起女儿的事 安慰他鼓起勇气面对 这番话误打误撞 让利芙想去自首 但威尔忽然拉住他来到一处无人角落 在这里 威尔坦白了他跟卡拉的监情 说他只是跟卡拉玩玩 真正爱的人只有利芙 但昨晚他是最后一个跟卡拉见面的 而且没有不在场证明 他只能请求利芙做伪证 听到这话 利芙神经质的笑了 即为卡拉也为自己 自首是下下策 这只会如了渣男的意 于是他答应了这个请求 对警方说两人一直待在酒店里 这下算是平安过关 但夫妻两眼陷入冷战 直到卡拉的追悼会 威尔告诉利芙一个消息 警方查到卡拉的死不是意外 他是被人推下去的 现在两人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只能一起商量对策 现在就是不能让警方查到 威尔跟卡拉的监情 但不得不说 两人偷情有够谨慎 连手机都用摸起式的 一番查缺不漏之下 利芙对两人偷情过程也更加了解 但他没想到的是 威尔竟然还给过卡拉家里的钥匙 一想到家里到处是两人的痕迹 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但当务之急是找到那把钥匙 不然谁都不好过 夫妻俩假装来安慰葛斯 借机寻找那把钥匙 事情非常顺利 葛斯根本没怀疑两人 那把钥匙也被利芙找到 刚回到家 警方就找两个问话 夫妻俩对过口供 很快就磨魂过关 但令人震惊的是 葛斯却因为涉嫌杀人给逮捕 原因是警方在卡拉的储物柜里 发现4万美元以及新的身份证明 而且他正在找新房 这一切说明他想逃离葛斯 不知为什么 葛斯什么都没说 像是默认了杀人事实 利福得知这件事也非常吃惊 但他认为这件好事 于是有意无意的引导警方 葛斯对卡拉有强大的占有欲 威尔却认定了葛斯是凶手 因为那晚卡拉拒绝了葛斯的求婚 这事卡拉只告诉了他 但他不能告诉警方 因为这跟供词有出入 不过求婚现场有目击证人 警方还是得知了这件事 这下葛斯的嫌疑是越来越大 但他只承认卡拉拒绝求婚后 自己确实产生过一些阴暗的想法 但并没有杀人 因为其他东西只是旁证 葛斯还是被护罪释放 与此同时 利姆从上次的电话中听出不对 赶过来跟女儿撑腰 借夫妻俩去外面谈心的时候 他翻箱倒柜的寻找 终于找到威尔藏起来的卡拉照片 得到威尔出轨的证据 他强烈要求女儿跟他回家 但利福已经破款破摔 他不想在母亲面前承认自己婚姻失败 甚至已经答应威尔生一个孩子 或许有了孩子后 他就不会这么痛苦了 利姆恨体不成钢 想要报警惩罚威尔 利福无奈之下告诉他 自己才是那个杀人凶手 一听这话 利姆赶紧握住女儿的嘴巴 不过这下他也没了办法 只能为女儿的遭遇悲伤不已 临走时 他把照片还给了利福 但利福把这些照片跟卡拉对照 却发现这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原来威尔还托出了卡拉的朋友 而且是在他跟卡拉好上之前 这下利福对他是彻底失望了 就在这时 格斯找上门来 因为利福和威尔的供词有些不对劲 所以他想来问一些事 但他可不是空手来的 他带了一把手枪 他已经猜到卡拉出轨 就是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看到他把枪抵在利福头上必问 威尔正好站出来承认 自己就是卡拉的出轨对象 这顶绿帽子当头照下 格斯是彻底红门 但就在他准备杀死威尔时 利福想要捡起那把枪 但格斯却踩住他的手 甚至想要把他掐死 格斯气愤他早就知道这件事 却不告诉自己 慌乱之中的利福梦到纪念失败 也不管三切二十一 对着格斯的头就是一顿乱敲 不一会儿 格斯就没了动静 这起案件被检方认为是过失杀人 利福无计释放 但因为威尔的烂事 他已经阴差阳错杀了两个人 导致他泪绝不爱 于是正式对威尔提出离婚 但威尔却不同意 就像利福不想对母亲承认婚姻失败 他也不想向父亲承认失败 如果利福执意离婚 那他就去找警方 说利福不是正当防卫 而是蓄意杀人 这下两人算是彻底撕破脸 但还是得在人前维持人设 这让利福非常痛苦 于是他利用信息查 也由威尔说出是他提出作为证 然后偷偷录音 第二天 警方又来找两人问话 威尔不明所以 但利福很清楚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匿名把偷情视频发给了警方 这跟威尔的口供对不上 警方立马叫他逮捕 他还想让利福帮自己说句话 但利福怎么可能这么做 他把自己扮演成一个被丈夫欺骗的姑姑女人 推翻了以前的政策 并不断加重威尔的嫌疑 之后他交出那份录音 并执认卡拉纳瓦皮特鱼是威尔的 上面有他的DNA 这算是证据确凿 威尔被判25年有期徒刑 三个月后 经历给利福打了电话 表示有人想跟他见一面 毫无疑问 那人就是威尔 这三个月里他不断思索 终于想通是利福杀的人 但他想不通的是 为什么利福要杀卡拉 谁知利福却说出让他震惊不一个话 本以为那是他 这让他非常愤怒 利福又补了一句 是你让我变成这样 花野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